大家早晨 昨晚美股跌幅非常显著 港股近日的跌幅 亦都较如期為大 現在港股是有三個投資發展模式 最有機會成為事實 含辛指數陰陽足周線圖 今個星期就應該如無意外 99%都是陰足 都是跌市 上個星期就很漂亮 一個曙光初二 是善利好轉的方向 曙光初二 代表上個星期是低位 即是今日收市位 只要不低於上個星期的低位 後市依然是可以反彈的 這就是好有安心 小小令 其實沒那麼害怕 5周平均線繼續跌 跌向50周平均線 20周平均線繼續升升 向50周平均線 究竟後市主平均線 試乘得分割形勢是哪位向好還是向淡呢? 再看幾個星期吧! 今個星期的成交 不知道是否能夠令整個星期的總成交 更加多於上個星期 即是76隻 恆生指數成分估計 如果是的話就不漂亮了 如果不是的話 暫時就當作正常的回落 OBV 沒什麼特別的啟示 都是在這位置上 輔助分析指標DMI 現在是利好的 仍然是利好的 但正DI不要回到負DI 下面 正DI 跌著 負DI 還是跌著 會比較難的 回到下面 五個主要技術分析指標 上星期的低位說完 剛才沒有看到 19783.07 今天收市位 千萬不要低於19783.07 保力加通道中軸支持 還有支持 不要失手 今星期的收市位計 SAR極點低位 前星期出現的是20006.78 今星期也不宜失手 即是要看兩個位置 今星期收市位計 就是20007.07 以及19783 一定要高於這兩個位置上邊 否則下星期也會有麻煩 大師 一口一口 上面這兩個 下面RSI STC 都是一口 MACD 還未發出牛熊公信號 即是三口兩口 短期形勢 恒生指數 代表藍售股的走勢 是屬於偏好的 暫時還是偏好的 這就是短期形勢的情況 短期形勢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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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落後 現在一直拿到一口 毛病 即是三口一口一口 看不看 至少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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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太地看不太能化 也不看得到 至少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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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通道顶的支持 顺便说到周线图 周线图的月线图 顺便说到月线图 月线图 其实有一些都不漂亮的 上个月是乌云丐顶 反过来乌云丐顶就是这个形态的顶部 22700.85是长期的重要阻力位 现在已经看到了 五个珠技术分析指标 SAL 好的 北加通道是淡的 另外 RSI 紧紧更好 STC 好 MACD 今个月未完 有机会正式发出鸿鸭鸭信号 现在就出了这个信号 未确定的原因 123 RSI 仅仅更高 5月平均线 1234 叫做紧紧向好的市况 如何说SAL SAL 在去年12月 出了极点高位 极点高位是2009.77 今年1月的收市位 就是去年12月的低位 12月的低位 153.82 是长期重要支持位 不容有失 全月收市位计 123 122 153